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繼續跟大家講一下世界大事 我分析香港近期的情況 民主派的勢力其實是衰落 在最近的補選裡面 選四席民主派輸了兩席 是他自己猜不到的 民主派走向越來越激進 和越來越用暴力的方式 在議會來表現 這些做法其實都是一種 香港人開始有些厭惡 厭倦 疲勞 初初罵政府 大家都很過癮 大整整下罵了之後 民生沒有改進 罵之後其實沒有任何好處 很多的議案就是通過拉布拖牆 很多事情搞得很難通過 但終歸又一定通過的 那麼搞這麼多 柳倫究竟達至什麼的後果呢 好像他只為了那些支持他的激進的選民 那些的選票多過在香港達至更好的後果 那麼當然有些人批評政府是需要的 民主派存在都是需要 因為通過批評政府才不可以亂做 但有很多都是正常應該發展的事情 他們都要爭論很久很久 而且很多時候只是通過規程的問題 來阻撓那個討論及時間 那些等等的做法 並沒有大給香港任何好處 香港人基本上都有點厭倦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當他們要發動大示威 人數都很少 特別好像一地兩檢 反對那些人的示威 人數少得不得了 只有幾十人 那它厲害一點的示威 都是發動到一、兩千人 和舊時動致十萬人的示威 少了很多的 那我自己去思考究竟這些反對運動 是基於真是人民自己的要求 是希望說他們說的那些說法 或是後面真是有錢去支持呢 佔中運動就有錢支持 已經是事實來的了 連西方自己都承認了 但是特朗普上場之後 看來支持的錢可能是少了 對特朗普來說 即是他省了這些錢 你弄大筆錢 搞亂香港 對美國有什麼好處呢 那當然呢 對長遠美國來說 搞亂中國 美國是有好處的 但是你現在花一大筆錢 去做這些事情 在目前來說 美國需要經濟的復甦 不是需要去搞亂香港 所以我懷疑 當然是純粹推測 懷疑他後面的支持的錢 是少了很多的 正是因為這樣 一些傳媒 一些大的傳媒刊物 是非常反中國的 都要倒閉 還有示威人數少很多 其實我的確問過 在警察方面 在香港警察方面負責 特殊的 這些政治事件的警察 究竟那些示威是否真的有錢 他說有很多是有的 如果不是那些人 那些人怎麼肯抬棺材 那我也懷疑 的確有些錢 相當多的錢在後面 如果錢少了的時候 那當然那些群眾少了 那會不會台灣方面有錢呢 很明顯多數會有 那另外呢 每個人都去台灣開會 還有呢 台獨方面也有不少錢 現在台獨是政府 那麼呢 取台灣的那些錢呢 如果想美國繼續資助 會不會要走到激烈一點才有呢 當然我純粹推測 其實要爭取香港更多民主 或者爭取香港 以及中國可以發展得更有民主 人權等等 你自己真心承認爭取 是很值得尊敬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收外國錢去做 其實就只是外國應用的一些棋子 根本是一種出賣 自己居住地方的利益的一個行動 那中國必須有更多改進 我們大家都同意的 中國會發展更多的民主人權 都是需要的 但是呢 不是靠外國錢 或者滿足外國利益來做 是需要中國自己努力 去逐步改進自己 好像以前三十多年 都逐步改進自己 那當然我們希望有更多改進 會中國真正成為一個 是世界尊敬的國家 當然這個都需要很多時間 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肯定不是靠外國備錢 收買一些人去做 然後呢 就算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